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分解這一塊 眼肉排 眼肉 一餐廳 竟然可以聽到的一種牛排部位 這是一塊滿自於澳大利亞的眼肉 牛肉的品質標準 大概是屬於說 N5左右級別的眼肉吧 我們看到牛肉的油花非常的明顯 澳洲的牛肉會從M1分級分到M12 那麼 N的質數越高 證明它的雪花分布越均勻越美麗 因為家庭製作 我們如果買超過M9以上 極其高端的牛排的話 價格會非常的貴 一般人家庭也不需要 沒有那麼漂亮的牛肉了 其實 買一塊N5左右的牛排 已經是很棒的了 你看這油花 OK 可以看到原產地是澳大利亞 然後我們來打開它 將其分塊 然後我們來打開它 真的很棒 雪花的牛肉 牛脂香味非常的豐富 好 我現在一定會見到 超過病人的朋友 我們來打開它 我覺得這輩子是最新的 香港的東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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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般会做一期 牛泪眼排汉堡的节目 敬请期待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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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標準牛脂香味非常的豐富 可以看到原產地是Australia 然後我們來打開它 將其分塊 真的很棒 雪花的牛肉 分布越均勻越美麗 因為家庭製作 我們如果買超過M9以上 極其高端的牛排的話 價格會非常的會 所以一般人家庭也不需要 那麼漂亮的牛肉了 買一塊N5左右的牛排 已經是很棒的了 你看這油花 OK